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教学影片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彻底解析 向Sagg提问的十个秘诀 CAJT-GPT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语言处理系统 可以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要让Sagg回答你的问题 你需要知道如何向他提出清晰与明确的问题 以下是向Sagg提问时可能无法得到明确答案的五个痛点 一,太过抽象的问题 如果问题过于抽象 答案可能会模糊或不确定 二,需要主观判断的问题 如果问题需要主观判断 答案可能会因Sagg的个人观点和偏见而有所不同 三,缺乏足够的资讯 如果问题的资讯不足够 CHAJT-GPT可能无法得到完整的图像 并且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 四,多种可能的答案 对于某些问题,可能有多种答案 这些答案可能相互矛盾或者并不完全正确 五,技术限制 Sagg是基于AI技术实现的 它的回答取决于其训练数据的质量和多样性 如果问题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 CHAJT-GPT可能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 所以,在本教学影片中 我们将为您提供有关如何向Sagg提问10个使用技巧和建议 首先,让我们谈谈如何定义问题 当你要向Sagg提问时 你需要确定你真正想要问什么 你需要考虑你问题的目的和背景 并确定你要问的是一个清晰、明确的问题 例如,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太阳会升起 这样的问题,你需要将问题缩小范围 例如,太阳升起的原因是什么 其次,让我们谈谈如何提供上下文信息 CHAJT-GPT可以回答很多问题 但他需要知道问题的背景和上下文才能给出更准确的答案 因此,在向Sagg提问时 我们需要提供一些上下文信息 以帮助Sagg更好的理解问题 例如,如果你想问 红绿灯是谁发明的 你可以提供上下文信息 例如,我在写一篇有关交通安全的文章 我需要知道红绿灯是谁发明的 以便在文章中涵盖这个话题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如何避免含糊不清的问题 含糊不清的问题可能会使Sagg产生困惑 并导致回答不确定或不精确的答案 因此,当你向Sagg提问时 你需要确保你的问题是具体、清晰和明确的 例如,如果你想问 我该怎么学好英语 这个问题太含糊不清了 因为学好英语有很多方面需要考虑 例如你的英语水平 学习风格 时间和预算等 因此,你需要让问题更具体和明确 例如,有什么在家学习英语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提高英语口语能力 然后,让我们谈谈如何避免使用模糊 主观的术语 CSA-TGPT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 它需要确定 问题中使用的术语的准确含义 因此,你需要确保你使用的术语具有明确的定义 此外,你需要避免使用主观术语 例如,好、坏、快、韩曼等词汇 相反,你需要使用具体的 客观的术语来描述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如何使用简单的语言 CSA-TGPT是一个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系统 因此,它能够理解自然、日常的语言 因此,在向蔡克提问时 你需要使用简单、清晰的语言 避免使用太多的专业术语或复杂的句子结构 如果你使用了太多的专业术语或复杂的句子结构 CSA-TGPT可能无法理解你的问题 然后,让我们谈谈如何检查拼写和语法错误 CSA-TGPT是一个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系统 它需要理解你的问题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如果你的问题存在拼写错误或语法错误 CSA-TGPT可能无法理解你的问题 进而给出错误的答案 因此,在向蔡克提问之前 请检查你的问题是否存在任何拼写错误或语法错误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 向蔡克提问是一个需要一定技巧和方法的过程 当你向蔡克提问时 你需要确定你的问题是清晰、明确的 并提供相关的上下文信息 你需要避免含糊不清的问题、模糊、主观的术语 使用简单的语言 并检查拼写和语法错误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蔡克更好的理解你的问题 并给出正确的答案 除了以上提到的方法 还有其他一些技巧可以帮助你向蔡克提出更好的问题 例如,使用问题词 当你向蔡克提问时 使用问题词 例如,什么、谁、何时、为什么、如何 可以帮助你更明 确定表达你的问题 提供更多上下文信息 蔡克需要相关的上下文信息 才能更好地理解你的问题 因此,在向蔡克提问时 请提供尽可能多的上下文信息 例如你的问题是关于哪个领域 你正在做什么等等 清晰的问题结构 在向蔡克提问时 请确保你的问题具有清晰的结构 例如使用正确的标点符号 段落结构等 使用多种方式提问 有时,蔡克可能无法理解你的问题 即使你已经尝试了多种方式提问 因此,你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词汇 句子结构或上下文来表达同一个问题 以帮助蔡克更好地理解你的问题 总之,向蔡克提问是一个需要技巧和方法的过程 当你能够清晰、明确地表达问题 提供相关的上下文信息 使用简单的语言 并避免拼写和语法错误时 CST GPT可以更好地理解你的问题 并给出更准确的答案 总结以上向蔡克提问的十个秘诀 1. 使用简单的语言 使用简单 一懂的语言来表达你的问题 2. 避免使用语语 CST GPT可能无法理解语语和流行语 3. 使用问题词 使用问题词 例如 什么 谁 喝时 为什么 如何 可以帮助你更明确地表达你的问题 4. 提供上下文信息 蔡克需要相关的上下文信息 才能更好地理解你的问题 5. 清晰的问题结构 使用正确的标点符号和段落结构来组织你的问题 6. 避免使用否定语句 使用肯定的层数句来表达你的问题 这可以帮助蔡克更好地理解你的意思 7. 避免重复的问题 在提问之前 先查看其他人是否已经问过类似的问题 避免重复提问 8. 使用多种方式提问 尝试使用不同的词汇 句子结构或上下文来表达同一个问题 9. 避免拼斜和语法错误 检查你的问题是否有拼写和语法错误 这有助于蔡克更好地理解你的问题 10. 尽可能提供详细信息 提供尽可能多的上下文信息 例如你的问题是关于哪个领域 你正在做什么等等 总为言之 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其发展和应用 并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和发展AI技术 以实现其潜力 让AI可以节省你80%时间 创造更多的财富 以上就是关于AI研究室的分享 感谢观看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 请务必按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与我们提供更多类似的内容 同时 如果您有任何想法 建议或者疑问 请在下方的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我们会很乐意与您互动 最后 请不要忘记分享这个影片给您的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的人也能从中受益 谢谢